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中共军舰侵扰台海破坏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怒呛台海没有中线 前总统马英九听到这个问题 立刻停下脚步 还半说海峡中线不存在 两岸相互尊重就会存在 就算戴着口罩墨镜 然而马英九激动情绪藏不住 不只特别回头加重语气 还伸出食指不断比划 然而一句相互尊重再度引起炮火 网友骂声一片直说中国在挑衅 马英九还检讨台湾这边又够不要脸 贵求来的不算和平 对方就是不尊重你啊 甚至怒呛马前总统叛国罪 毕竟中共不只片面宣布取消中线 连日来更是不断出言挑衅 邪阳自重的企图都注定是死路一条 无论是以台制华还是邪阳自重 这都是痴心妄想注定是死路一条 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一起威吓台湾不说 连蔡总统是否参加APEC 以及台湾修宪议题 中国请全力透过媒体不断放话 两周内中国足足六次放话呛台湾 前总统却喊相互尊重 民党立委解读白话文 是台湾不要让中共不开心 我们没有一次飞机飞过中线 我们的飞弹也没有想要瞄准中国 自以为公平的前提之下 就是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 还依旧讲好听一点叫做逢中必软